在娱乐圈,有许多男演员。 他们可谓是独裁多艺,能够唱歌、拍戏,并且伸手也是非常了得,而这其中还有一位男演员,甚至在语言方面也是非常有天赋,并且许多人还称他为动靈男神,43岁的他不仅没有变老,如今还被称为古装美男,他就是演员张芝瑶。 张芝瑶从小在国外长大,回国之后,因为独裁多艺,也是被成龙眼见进入娱乐圈,而他的多才多艺,也是远比其他明星要强很多。 张芝瑶从小吸引会许多拳法,并且因为从小在国外长大,之后又是辗转多个国家,所以他也是掌握至少六国语言,可谓是非常强,而俗话说得好,有才华之人。 年龄越大越有味道,所以43岁的他也成为了公认的古装美男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张芝瑶吧。 张芝瑶,1975年生了,曾是香港著名的歌手,也是如今知名的演员。 虽然张芝瑶从小在国外长大,可是回国之后,因为得到成龙的赏识,也是引进其进入娱乐圈。 进入娱乐圈之后,张芝瑶也是以歌手的身份,出过几张专辑,虽然效果一般,但还是被许多人熟知。 之后张芝瑶开始转型拍戏,因为他从小习武,所以身手也是了得。 再加上当年成龙也见他进入娱乐圈,所以参演武打动作影片,也是让许多观众对他印象深刻。 可是当年有太多要演的动作明星,像真子丹,无尽等人,所以张芝瑶想要脱颖而出也是非,常艰难。 不过,在《沙破浪》、《标情天下》、《行人月安刀》等作品中,许多观众还是对他的演技赞赏有加。 而且几年,张芝瑶也是凭借当幕笔记中饰演的三叔,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饰演的远古上神哲言》,大七晚成般的走红。 众所周知,成龙在娱乐圈可谓是德高望重,并且据说他也是一位很稀才的人,所以当年成龙在看到张芝瑶之后,也是对他非常赏识,并且全力的也见他进入娱乐圈。 因为张芝瑶可谓是具备了很多才华,与年轻的成龙非常像,样貌阳光,伸手了得,没有语言,交流障碍,所以张芝瑶的当时也是被许多人看好能够接班成龙,进入好莱坞。 不得不说,张芝瑶的才华真的在娱乐圈非常少见,先不说他的样貌,阳光清秀,并且能够拍起合唱,就但论他从小习武,就已经让许多人感到很厉害。 他从小就练习过和气道,节拳道,跆拳道,八卦上,肖林,太极拳等。 除此之外,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张芝瑶,还至少掌握用国语言,英语,法语,西班牙语,葡萄牙语,意大利语,中文的多国语言,是问一下在娱乐圈中谁能与他相提并论呢? 如今张芝瑶已经43岁,许多人说他生不逢使,原本可以凭借伸手了得打出一片片的他,却因为吴京和甄子丹等人变得渺小,而他也有一段时间,仿佛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。 可是三生三世实力桃花这部电视,剧播出之后,张芝瑶也是如大气晚上般走红,因为许多人觉得,张芝瑶穿上古装戏服可谓是非常有气质,而许多人也称他为古装美男。 其实有些时候,我还是为张芝瑶感到小小的可惜,能够因成龙野剑进入娱乐圈,并且从小习武还掌握至少六国语言的他,怎么会一直不红呢? 到底是当时优秀的演员的太多,还是张芝瑶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呢? 不过,这都已经成为过去,张芝瑶已经43岁,对于过去来说,如今那他用另一种方式闯出一片天,而这种方式也是非常罕见,那就是凭借洞林的容颜,被映为古装美男。